安静招 快睡吧 都折腾半天了 二庄署 你也听到了 我已经歇息了 还不快回去 你再帮我说一句 你就说 我义父 明日要从老铁帮来 就 就没有下一句了 下一句是我的 夫君 明日我义父要从老铁帮来 二庄主 别耽误我抱太孙 这就完了 还有词吗 安静招 你过分了啊 你占我便宜 刚刚一直响雷 你怎么没回去啊 难道 雷声不是打开通道的方法吗 我猜测能不能回去 与雷电大小有关 刚才雷电不够大 只能让两个师姐 胡同声音 我却没回去 但若是轻一点的无间 老夫人 回来了 少宗主回来了 慢点 慢点 老夫人 可能这个可以过去 太好了 慢点 招儿 初月 你们在哪里 快出来啊 老夫人 祖母 东华 我现在在另一个世界 也是初月的世界 两个世界有一条通道 雷电天气可互传声音 合适的时机 我应该能回去 东华 先让祖母回去休息 稍后我有事跟你交代 好 有什么事情 告诉我 是 老夫人放心 好 好 东华 是 少庄主 属下在 周卫既然敢擅闯我灵霄院 说明他已经听说了我失踪的消息 接下来他一定会加紧行动 但是我给他下了一个耳 接下来 他一定会打听老铁帮 你散说消息 就说 此帮 向来神秘 并且势力非常庞大 少庄主 不需与任何人提起 是 属下明白 少庄主 您一切可安好 何时能回来 明日还会有雷雨天 我会再次尝试 童华 我再送您一个锦囊妙计 说好了 是 是 收下遵命